落实租税教育向下扎根 花莲县地方税务局举办欢乐放暑假 发票兑换麦当劳超值餐卷的活动 8月5号、6号两天 民众可评发票到地方税务局兑换餐卷 并在8月15号到麦当劳中盛店 参与亲子艺术创作活动 数量有限,民众要把握机会 首假期间 花莲县地方税务局举办亲子活动来加强租税宣导 8月5号、6号两天 民众可以凭发票到地方税务局来兑换麦当劳的餐卷 并且参加8月15号麦当劳中正店艺术创作活动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 欢乐放暑假的一个注税宣导活动 那我们也是鼓励小朋友利用这个暑假 很难得的机会 我们可以到麦当劳兑换 捐赠统一发票做公益 又可以换取餐卷 我们可以在8月15号的时候 我们可以到麦当劳那边一起 可以创作玩游戏 把你的暑假可以充实的满满的 那同时我们税务局这边也提醒一下 爸爸妈妈可以鼓励小朋友 一起带来这边 把你的云端发票或者资本发票 都可以来换取餐卷 除了捐发票换餐卷做爱惜 税务局也向民众做出税宣导观念 我们8月31号 地价税是一个基准日 9月22号是我们申请优惠税率的 一个截止期限 那对你的地价税是非常非常的 有结税的效果 一般用地是累进的税率 会累进到千分之五十五 可是我们的自用住宅一般税率是千分之二 所以差别很大 所以要把握这个时间 那另外在这边我们也宣导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税务局有设置那个纳保官 可以为民众有纳税者的权益做保官 可以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麦当劳餐券数量有限 换完为止 地方税务局也欢迎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8月5号 6号两天上班时间 赶快前往地方税务局来兑换 借吕慧欢市报道